真的我们离彩虹越来越近了走的 人家也见过彩虹吗 你就是彩虹 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天津滨海的一个网红店 一个做栗子甜品的网红店 就是这家小栗 你看它配色都是栗子的颜色 有什么推荐的吗 可以推荐麻米奶茶 好 曼卡龙 栗子和乔丽子 好 这是什么 这个是栗子巴斯克 然后我们是会卖四分之一吧 来四分之一这个吧 这边大家来看的都是栗子的图标对吧 对 大家都在这打卡拍照 这有栗子就像 对对对 这边有一些周边 我发现他们家门把手也是栗子 你别说还挺好看 来吧 林仔 栗子 这鸡蛋包的 我们栗子和马卡路 不会太甜 一点点栗子的味道 当然了 那个是栗子味道 什么的草莉 这像我们的那个阿里奥 草莉奥在那里 真好吃 这个草莉的味道还挺容易的 旁边这个草莉豆吧 然后吃蛋糕 好可爱啊 我好幸福 为啥 吃甜品就很幸福 还有草莉 这是我们在栗子上团购的 它底下是香草味的 我们早就吃齐驱杯的那种 这个口感怎么让我想到的那个什么 好吃 它里面是栗子的馅儿 好吃 好吃 没有别的层了 应该我来试一下 好好评价 你会吃蛋糕啊 我放在这儿 小栗子可以 而且说是斑兰做的 哦感觉应该是跟它一样材质 素食素食很扎实 外面面层是有点稍微苦涩的 然后里面那是甜的 两种喝在一起就是 一种 复杂的口感 这个就是说 一下就吃了 接下去我们干嘛 去吃饭 那我们现在在干嘛 甜点 好吧 那你跟大家说再见吧 再见 拜拜